整套买回去装总可以了吧 为什么你们不肯卖外地呢 来自福建的网友广东大苹果留言问 本田思域预算不多 入门基因想改装要多少钱呢 要搞清楚一个行业呢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首先对它进行分类 例如我们如果要买车 就会至少有两个维度去分类 一个是用途 你是要买SUV MPV还是轿车 第二个呢是预算 你是要什么价位的 两个维度这样一拉 就自然把市场上的车呢 分成了九个格子 你需要的车就在其中的某一个格子里面 同样的分析方法呢 也可以用在汽车音响的升级上 大体上来讲 一套汽车音响的升级呢 需要多少钱取决于两个主要的因素 你原车音响水平的高低 和你对音响要求的高低 市面上的原车音响总体上呢 大概分三种 第一种呢 典型的是原车有两到八个喇叭 主机一般呢是四路输出 每路功率十到十五瓦左右 常见的经济型车型呢 都是这种配置 比如我们的广东大苹果同学的 本田思域啊等等 第二种呢就是高配的品牌音响 例如我们常见的哈曼卡顿啊 宝华伟健啊 柏林之声啊 英国之宝啊 包括现在国产新能源车里 十几二十个喇叭的那种呢 音质有强有弱 但是共同的特点呢 它是有中置 有炮 有环绕 甚至还有天空声道 原车一般有十几路输出 功率小的呢 也是每路十到二十瓦 其中呢有几路呢 可能会有三十到五十瓦 甚至更大一点 第三种呢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这种 就是它一定会有中置 但是有的可能有炮 或者是有的可能会有环绕 但总体比较简单 没有太复杂的算法 如果你的车音响有中置 但是没有贴什么大品牌 而且喇叭数量也不是特别多 就属于这种情况 例如坦克300 比亚迪的糖等等 这是原厂音响的分类 今天我们说的都是消费机的升级音响 它的特点呢 是原车位安装 几乎不用倒膜 尽量使用原车主机做音源 不要影响原车的功能和操作习惯 消费机改装的要求从低到高 大致我们把它分为 入门级改善级和高品质级三类吧 不同级别的升级呢 有不同的设计要求 解决不同的问题 例如说入门级 我们做产品定义的时候 主要是关注提高平衡性 和解决响度不够的问题 那什么是平衡性的问题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低配的原车音响 有的没有高音 有的没有超低音 这样的音乐在高音中音 中低音跟超低音 四个部分里就少了两块 就好像炒菜不放盐一样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叫高中低音不平衡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原厂音响声音 稍微开大一点点 就变得不好听了 有时候呢 甚至破音 这种开不了太大的声音呢 我们叫做响度不够 响度的单位呢 它是分贝 一般来说 我们车子开起来的时候 底噪大约是60分贝左右 这个时候音乐要能够做到 70到80分贝 才能够压住行驶的噪声 这个就是声音学里的遮蔽效应 所以我们要在行驶当中 听清音乐 就要保证音乐比底噪 至少要大10到20分贝 一方面呢就是降低底噪 例如做隔音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提高音响系统的响度 比如说使用更大功率啊 失真更小的器材等等 综上分析 一套入门级的音响升级方案 至少要做到以下的这样三点 首先第一点是平衡 高音中音中低音和超低音呢 都要有 第二点呢 是要能够做到 至少70到80分贝的时候呢 失真比较小 第三呢 是相对于原车 音色要有一定的改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级别的器材呢 主要还是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 追求音色啊 下浅啊 顺态啊 这就是更高级别的升级 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入门级追求不了这个 还是以我们家的羊毛套餐为例子 来解释一下吧 羊毛套餐呢 它包括93年的喇叭 和一个超薄低音炮 就是补上了高音跟超低音的不足 同时呢 它还包含两门隔音 改善了车门的升学条件 是为了在提高生压的同时呢 减小失真 48A2的DSB功放呢 是四路25瓦足功率输出的 这个硬件组合呢 就是专门为入门级的音响的 量身定制的 有人可能会问了 两分屏套装 四路入门级DSB功放 超薄炮 车门隔音 如果照着方子抓药 是不是用相同的方案也可以呢 答案是呢 这么做可能行不通 即使是相同的方案 如果产品不同 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又有人会这么说 那把羊毛套餐整套买回去装 总可以了吧 为什么你们不肯卖外地呢 买一套羊毛套餐回去 你只是有了产品和方案 汽车音响的四大要素 产品方案 安装跟调试 即使相同的产品和方案 如果安装调试不同 效果也不会相同 对于我而言 把羊毛套餐挂个小黄车 打包发货卖全国 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音响改装店的定位 卖给客户的不是硬件 不是方案 不是器材 而是最终的效果 表面上看起来 你买的是一套羊毛套餐 你装的是一套音响 但其实你得到的是 升级音响以后 给生活带来的改变 带来的快乐 你花钱买的是 改装的技术和服务 买的是十几年专业店 长久的售后 得到的是 和专业音响改装店的资源 的这种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 我总是建议大家 不要跑来跑去 先花一点时间 在你们本地 找一家靠谱的改装店 只有本地的专业音响改装店 才能为你提供 以上的这些优质服务 把人找对了 剩下的事情都会对了 最后再回答广东 小苹果刚开始的问题 本田私域 预算不多 入门级音响升级 如果在厦门的话 只需要六千元就够了 更多气息音响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一个好的问题 远比答案更有价值 谢谢观看 我们下周见